渐延四年九月 南宋遭遇负贫惨败 此役之后 其最精锐的西军损失殆尽 陕西全境相继沦陷 川鼠之地更是岌岌可危 恶号传入临安 朝野震动 要知道 这是一场提前准备了半年的大决战 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参战 甚至预知了蜀中五年的赋税 在几乎投入了南宋川陕地区的全部家当后 却收获了一场难以想象的溃败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经过短暂的惊恐错愕之后 宋高宗赵构 不仅未对负贫之战的责任人 川陕宣府处置使张俊进行处罚 还轻书守照加以未免 而主政的奸相秦桂 甚至以解大宋道玄之威 来为这场彻头彻尾的施力定性 负贫之战 是宋军之间为争夺穿闪归属 而进行的一次超大规模的精锐对决 也是建言难度以来 宋军首次以主动出击的形式 展开的反攻之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将双方原本势军力敌的大兵团会战 最终演变成南宋一边倒的溃败 作为川陕统帅的张俊 在输掉这场决定未来 关乎国运的生死较量后 又为何能全身而退 关于这一切的疑惑 还要从富贫之战前一年开始说起 建言三年 应该是宋高宗赵构 漫长执政生涯中 最狼狈不堪和困顿窘迫的一段岁月 靖康之难后 赵构于应天登基 应顾及自身安危 遂必居扬州 1129年2月 得知惊人难袭 随即砌城仓皇远顿 一路经镇江 平江 逃至杭州 其料惊魂未定之际 负责护卫杭州的进军将领 苗傅和刘振燕 又在3月初发动兵变 逼迫赵构退位 若不是张俊率领韩世忠 刘光世等人 回师秦王 平定叛乱 侥幸躲过惊人追捕的大宋关家 很可能会在自己人手中 凶多吉少 复位之后 赵构于五月初 由杭州北返建康 然而 尚未得片刻喘息之际 当年7月 完颜踪碧 又兵分三路南下 宋庭碑祠岂何不成 在京人搜山捡海捉赵构的致命威胁之下 无心抵抗的高宗再度选择逃亡 由建康至越州 由明州到定海 再进定海登州出海 从建延四年正月开始 赵构辗转漂泊于海上 长达一百余日 直至3月 文之京人退兵 才狼狈返回浙东 经历了溃败 政变 追杀 逃亡的种种劫难 年仅23岁的大宋天子 彻底被吓破了胆子 久死一生的他 唯恐金军会在随之而来的秋季 再次难袭 急命张俊在陕西发动攻势 以牵制和调动金军主力 使其无力南下 从而缓解江南面临的军事危险 赵构的担忧其实不无道理 从过往的历史来看 度过了水草丰美的夏天 游牧民族往往会在气候适宜的秋季 对中原王朝展开攻势 然而 战争的开端 并没有往猜测的方向发展 但进程和结果 却相当巧合地 实现了赵构战前的预想 经国这边 追击赵构的完颜宗碧 在北返途中 于镇江遭遇南宋名将 韩氏中辅 随后又受困 皇天荡八十余日 差点兵败被俘 在此之后 经国也彻底改变了攻颂的策略 一方面 江淮地区 河道纵横 水网密布 不利于骑兵的激动作战 而且逃回北方后 心有余悸的完颜宗碧 对宋朝的优势 也做了深刻的总结 男人使船如石马 不备不及也 这更让女真人 对渡江作战充满忌怠 金太宗完颜盛 随即便做出了两个重要的战略部署 首先在中原地区 扶持南宋降臣刘裕 建立伟齐政权 接管淮东 淮西 京西三路 攻送战场 并使其成为 宋京之间的屏障 和缓冲地带 与此同时 金太宗听取了 左副元帅 完颜宗汉 河北部族律 一先是陕西 略定五路 既看西夏 然后大宋的建议 决定集结重兵 先攻陕西 而后南下入川 再由长江上游 顺流东下 迂回灭宋 如此一来 在宋京两国的 主攻方向和战略重点 已同时由长江中下游 转移至西北地区后 陕西战场 注定会有一场 无法避免的决战 回过头来 说一说 富贫之战的主角 作为秦王总司令 拥救驾手工的张静 在苗流兵变之后 升任知书密院士 一跃成为 帝国第一军人的他 这一年才33岁 以儿立之年 便位列载直 简直是天大的殊荣 在其之前 两宋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上 也仅有促成 禅冤之盟的千古名相 扣准一人而已 荣宠正盛的张静 并没有忘记自己肩上 同样重大的职责 考虑到川陕地区的重要性 及战略地位 便主动请因 经营西北边疆 赵构也想开辟 抗京的第二战场 岁于1129年5月 任命其为川陕宣府处置时 准许便宜行事 7月由杭州起行 当年岁末 张骏抵达陕西汉中 并开始着手实行 其前控六路之师 后聚两川之宿 左通京湘之才 又出秦隆之马的处置方略 在京营关中增强实力的同时 也在为迎接战争 和收复中原积极做着努力 然而 宋京局势瞬息万变 1130年时 宋高宗被惊人逼得流往海上 重回杭州后 赵构也顾不得此前 对张骏三年而后 用师进取的承诺 于当年7月下诏 命其立刻在西北 发动全面板工 虽然入闪之初 力逼莫马 但毕竟百费待兴 发起大规模的兵团会战 半年的筹备时间 还是略显仓促 而且皇帝的命令 就是要用西北地区 来换取江南的安全 如此明显的用意 让作为主帅的张骏 如何向西北数十万将士交代 但现实没有给张骏更多的选择 输君父之难 本就是臣子的天责 何况提之不存 茅江淹复 一旦临安失守 江南沦陷 整个江山都要一手 到时穿闪存在与否 又还有什么意义 但决战最大的阻力 并非时间紧迫 而是来自于军队内部 在关中滋身旺重的 西军大佬曲端 便是首先要克服的障碍 此人虽能文能武 但心高气傲 性格刚毙 尤其是在与惊人作战中履历大功 使之更加张扬跋扈 面对这样的部将 初来乍到的张俊 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在整合部队之前 他效仿古时登台败将之举 集结西军当众败曲端为威武大将军 宣服斯 但即使成为西军名义上的主将 曲端没有太多的感恩 形势也没有任何的收敛 在张俊出阵穿闪前 曲端就有多次战场抗命 或者对军令选择性执行的前科 张俊就任后 其仍然是我行我素 多次唯令不遵 见死不救 张俊还是没有处罚他 仍然为大局选择了容忍 决战临近 不能自乱阵脚 只要曲端能配合他 打赢这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战 其他都是细枝末节 但在之后 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 面对主帅张俊 意图全面反攻的主张 曲端又率先提出了反对意见 惊人立国不久 士气正旺 且平原作战更利于骑兵出风 岂能以短机长 还是力逼莫马更为适当 十年之后方可讨论会战之势 客观来说 曲端的分析真实反映了 当时的敌我态势及攻防策略 养精蓄锐也确实符合西北的利益 但他的着眼点与考虑方向 仍然只局限于关中 却忽略了整个江山设计的大局 这是一场集团军的巅峰对决 更是两国之间的生死博弈 如果西军按兵不动 十年之后南宋能不能存在都是问题 到时还讨论什么会战之事 那是大飞面前 作为川陕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亲命便宜行事的张俊 并不是在和谁商量 他要用强横的手段 推行既定的作战计划 为了应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会战 张俊提前征收了蜀中五年的赋税 其个人更是捐输万两黄金 以充作军资 兵力方面 结合各种史料 镇守官闪 代表着大宋最强战力的西军 几乎清朝而出 参战骑兵步兵 共计十八万 对外号称四十万 决战的地点 则选在了关中平原北部的富平 此地水陆之险皆备 由主客劳逸之书 据贤已故 择利而尽 射有犯者 可使片甲不还 是理想的阻敌反击之所 几日之后 张俊下令 西军中永兴陆主帅吴建 环庆陆主帅赵折 西河陆主帅刘兮 秦凤陆主帅孙沃 迅速赶往集结地点 与此同时 宋军的后勤部队 从四川北上陕西 绵延数千里 其间 粮草潜薄堆积如山 由数量庞大的转运名夫 送至前线 但当一切如火如荼的 进行之时 唯独不见 威武大将军 曲端 和他麾下 靳援军的身影 陕西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在如此规模的 总动员和大会战面前 竟再次选择了 赤而不见 而且面对主帅 张俊愤怒中的质询 曲端竟然以一句 轻描淡写的 此战必败 作为其抗命的理由 张俊已经出离愤怒 一再的隐忍 被让并没有使曲端领情 将帅争执之际 双方用复平之战的结果 立下了军令状 宋军胜 则曲端斩首 反之 张俊 便要丢命 决战之前 将帅失和 无疑为即将到来的 复平之战 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无论胜负如何 那个桀骜不驯 习惯所有人 对其妥协让步的曲端 也必将在不久之后 付出惨痛的代价 盛怒之下的张俊 直接将曲端免职 沿往街州贤居 其挥下的靖援军 则转由刘启指挥 最后的障碍 终于被扫清 1130年8月 张俊发布公经习文 任命西河帅刘熙 为都统治 截至诸军 同时 号令五路西军 加速前进 抢先近战复平 而他自己 则坐镇复平 二百余里外的 街州都师 京廷文宋军大局反攻 急命东县的 完颜宗府 完颜宗臂 分率金兵五万 由西京洛阳 兴业及时入关 命完颜楼市 率军三万 由河东 进屯隋德军 阻厄宋军 在张俊 透支穿闪 所有潜能 准备放手一搏时 经国也动员了 全部能调用的力量 运兵增援陕西 九月 刘熙都帅 宋军五路 近抵复平 设站于复平县城 以东的平原之上 这里事业开阔 地势低平 非常适合驻军 但也存在一个致命的隐患 这样的地形条件 对于全骑兵的金军而言 更利于发起大兵团冲击 永兴军主帅吴介 观察了战场周边地形后 建议全军向西 后撤几十里 于山地重新扎营 因为西军常年在丘陵地带作战 只要一山列寨 尽可攻 窥可守 还可以限制敌人的重甲骑兵 这个建议怎么看都很有道理 可是前敌总指挥刘熙 反对的理由似乎更加充分 第一 富贫虽然地势平坦 但是前方有大量 无尾层生的沼泽作为屏障 骑兵冲击天然会受到限制 其次 大兵团临战后撤 不仅影响士气 拔营撤退 再重新立寨 更是多费周章 折腾不起 再则 西军集结的兵力如此庞大 远胜金军 以多敌少 在平原地带正好施展 但根据复平之战的结果 无界的眼光 无疑是正确的 而富有前瞻性的 而正因刘熙 忽略了地形上 存在的漏洞和隐患 才为后来全军的惨败 早早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更为遗憾的是 这还仅仅只是刘熙 在复平之战中 糟糕表现的开始 宋军结营扎寨完毕 诸禄运送资重粮草的湘民 则依托宋营 于外围设债 此时完延宗府率领的三万骑兵 也静置复平东下部线 两军相距八十里 宋军部署既定 重将建议 兵乘完延楼市部 尚未赶到 金军未能和兵之机 各个击破 先行击溃宗府 宗毕的军队 在集中兵力 对付完延楼市 但坐镇后方的主帅张静 自是兵重士雄 稳操胜券 没有同意前线的请战要求 执意志书经营 约定时间 决意死战 完延宗府接到战书后 故意示弱交敌 不作答复 以此拖延时间 而对宋军而言 有力的战机稍纵即逝 不久之后 完延楼市 也终于抵达了战场 完延楼市 驰援复平后 先是登山观察宋军阵势 发现对手 虽然在兵力上占优 但却壁垒不顾 破绽甚多 但其并没有急于进攻 依然选择 兼臂不出 张俊误以为 惊人窃战 更为骄纵轻敌 甚至以赴人 金国之福 送至敌营 以此羞辱 金军主帅 切若无能 对手依然没有反应 张俊又开出了赏格 深情完延楼市者 受节度使嫌 赏赢 捐各一万 这次完延楼市 很快争锋相对地 做出了回应 有深情张俊的 赏驴一头 不一匹 两军主帅的第一次较量 张俊的用力过猛 在完延楼市的杀人 朱欣面前 显然落于了下城 建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刘夕且千余人 对金军营地 发起了试探性进攻 完延楼市 拒险射服 前后夹击 将宋军先头部队 斩杀殆尽 中午 养金蓄瑞多时的金军 终于发动了攻势 完延楼市 派出三千金旗 满载柴草 土带 迅速扑向宋军阵前沼泽 冲锋之际 迅速抛下柴土 很快就垫出了一条通道 而战前西军认为 可以借此阻碍金军骑兵的天险 就此轻易失效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金人骑兵 毕竟数量有限 而且即使越过沼泽 宋军还可以平银固守 然而骑兵的攻击方向 竟是宋银侧后方 建在外围的民夫小寨 魏京战阵的湘民 惊恐之下 纷纷逃向军营 而在其身后 金军骑兵则借着掩护 朝着西军本镇冲杀而来 正值此时 南宋中军主仗前 突然升起了帅旗 但上面迎风招展的 不是刘兮的刘 而是一个硕大的曲字 作为前敌总指挥 刘兮竟然想到 借曲端的威名来虚张声势 而这也是 截至朱军的都统治刘兮 在整个复贫对战过程中 唯一采取的措施 但也充分暴露了 此人的无能和怯懦 湘民蜂拥入营 金军贤伪而至 主帅又惊慌失措 朱军更为混乱 惊人见证 乘势兵分三路 以完颜楼市居中 宋臂 宋府 分居左右 对宋军发起总攻 关键时刻 刘兮包帝 靖元军主帅刘琦 站了出来 这个在十年之后 创造顺昌大捷的名将 在当日的负贫 几乎勇猛的难以想象 仓促应战之间 刘琦居然在两军队冲时 迅速击破了完颜宗壁的左翼大军 完颜勿术麾下汉将 韩长被遮天蔽日的剑鱼射中了眼睛 金军万夫长赤斩辉 更是被镇斩当场 只是韩长重剑后 战力反而陡然飙升 将剑矢从眼窝拔出后 以土敷面直显 左冲右突 在乱军之中 掩护着完颜宗壁杀出了重围 刘琦以西军五分之一的兵力 便打残了金国的左陆大军 坐镇中军的完颜楼市 只得分出部分兵力到左翼 使宗壁得以自保 宋军也暂时稳住了阵脚 战斗仍在继续 由臣至昏 复平战场 事半生死 血流成河 金军是克进作战 左带吉阳有限 而宋军物资则堆积如山 如果不能速胜 长此以往地消耗下去 则金军必败 完颜宗府 见形势危急 殿帅右路军直扑送淫左翼的 环沁军 他身先士族 都市栗战 惊人声威大震 而最关键的时刻 环沁主帅赵折 却不知所踪 导致其部众一争相逃顿 夜幕降临 群龙无首的环沁军 终于崩溃 并被金军压向本方阵营 复平战场瞬间失衡 败兵溃足 冲向后方友军 又引起其余诸禄的连环混乱 人马踩踏之间 造成了整个西军的大溃败 剑延四年 九月二十四日的夜晚 是大宋西军的黄昏 宋朝百年间 最强大 最辉煌 曾创造无数传奇的铁血净旅 在最关键的决战中 一败涂地 十月 张俊以败军之罪 贬处流息 并将临阵脱逃的 环沁路主帅 赵折处决 而因为战前的赌约 傅平兵败后不久 张俊即以谋反的罪名 诬告冤杀了曲端 但正如宋史所言 张俊杀之虽冤 盖一字取焉耳 唯一可以对傅平之战 不负任何责任的曲端 却因为自身的原因 酿成了致命的悲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